好了因为他现在他上他11月份推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所谓的刷卡金的活动啊就是说啊只要你有做刷卡而且你是有跟我这一团你有跟别人那一团的你的刷卡的次数是别人的一倍所以比如说我刷两笔然后你要你只要刷一笔就有两倍的抽奖机率但是我要跟上你我得多刷好几笔啊那我之前有下一个好语就是说跟大家讲说如果我有中奖的话一万块就分大家对那非常的可惜11 12月宝可梦没有中奖但是我11 12月我用 这张卡片我至少有刷了40笔到50笔哦但是我的中奖机率还是比大家差你就知道你们的中奖倍率是有多高啊现在这个活动会到3月底请大家还是一样你有这张卡片的话欢迎你拿去做刷卡的动作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您有中奖的话他会看您在这个月份的刷卡来给你回馈多少比如说你只有刷50块钱然后刚好你在2月份的时候你被公布说你一月份中奖那你只能够零50块钱比较可惜所以他用这个意思他用这种东西 倒勾就是把消费者扣住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你去多刷卡因为他的回馈率不高嘛他只能够用抽奖来就是冲高这个刷卡那我觉得他这一点的设计是很不友善的我有跟他们善意的提醒但是他们说没办法因为活动已经公布了那没有关系就是说我还是会用这张卡片每个月至少刷1万块钱如果我有中奖1万块钱就是我们这一团的人大家一起分这是一样的道理